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比较感兴趣 真的是挺喜欢这个工作 你看现在我接触的都是什么人 国家队的运动员 而且能给他们提供服务 这个荣誉感简直啊 高兴 你知道吗 真的是从心里来高兴 我叫刘伯强 今年42岁 是首钢园运动中心的一名致兵师 现在主要复得冰壶馆的 治兵清理和维护的工作 冰壶冰场修兵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测冰面的温度 再看看场地的湿度和温度 到底能不能符合要求 这是第一步 冰面温度要保证在-5.5到-6.5之间 20.4 正常的湿度在30%多 温度在9到11度之间 这个我们现在场馆是特别的合适 我们推的那个冰车 先要把这个上一次训练 或者说头一天它就会谈掉 恢复它整个冰面的一个平整 然后把所有的许多 用调度扫出来 昨天那个点 它那个上面可能有霜了 然后它保证不了滑度 我必须要重新修整那个点 拿手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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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它的小点看到了 这就是那冰点 我们还要在这个赛道上面重新打点 恢复它这个冰场的滑度 保证它在两条前置线之间的冰壶 滑行的时间是14.5秒 打点是什么呀 首先你要保证它的均匀度 还要保证力量甩得太大还不行 就腿和脚协调的程度 也决定了你打点的那个水平 打完电以后 我们还要把这个冰点 所有的冰点产成一样平 就是我们要推两次车 第一次是把冰点刮掉 第二次是把冰点尖刮掉 让它所有的冰点尖刮一样平 这样才可以 去年在首方举办了一次冰铺水杯 中国队的那个南队 历史性的突破 它拿了第二名 旅队成绩也不错 我就觉得特别有成绩感 因为它们是在我们修的冰场上出的成绩 真的是从心里面高约 搬了一个最美劳动者 我就讲了 感觉很高兴 然后这一年感觉没白幸福 还有就是有荣誉也意味着责任 我是1996年 从首缸机架汉杰专业毕业 开始进入首缸工程 从炸缸开始 然后又干到汉锅 空调锅 它那里边总有好多那种黑的小渣子 一旦有毒塞的话 它可能那个出水量就破了 鞭就打得就少了 你知道吗 在2017年的年车的时候 大家突出说有这么词的确 叫制兵和四五兵的词 我就后期嘛 忍得犹豫地抱着火 到2018年的7月中期的时候 领导觉得我可能学得还不错吧 然后就说说 我想说这样 我决定了让你去冰壶馆 跟机密外国的制兵团队 一起学习冰壶的制兵 你的目的是要把冰壶的制兵的工作学到手 因为以后咱们的冰长肯定要自己维护 不能再指着别人 我说我去试试 我就到冰壶馆来开始学习了 我在学习冰壶的这段时间 也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的 学习打点之前 我扫了两个月的血 就这个手指上 整个这一块全部都肿起来了 我用冰敷了一个星期才下去 就那个时间真的是特别的难受 大概这个过程有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在想 我不能扫一辈子血呀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呀 然后从那天开始 我就每天背着打点壶 就在这个场馆外边冲场上 就在这练 多的时候练两个小时 少的时候练一个小时 然后练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走不直 当时我就有点出脑 我说这事可怎么办呀 找不到这么直的线 除非上冰场 然后有一天我开车 我一看 这马路旁边有一条白色的实线 就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 一条分界线 我们这条马路尾又直又长 回想 这挺合适的 就这儿吧 每天就在这条线上打 刚开始的时候可累了 我走不出十米 手臂就抽筋了 肌肉僵硬到你已经没法住了 练了两个月之后 练了两个月之后 练了就练了 然后有一天也特别多 金蜜他们正好也缺人了 金蜜他们说说来 上冰来练 那是我第一次上冰 在冰上努力 他一纳闷说怎么上来就能打呀 说打得还挺好 那天金蜜就跟我说 你可以上冰打点 美的我都不行了 你知道那天 那天特别搞你了 就感觉这功夫没白费 作为一个致兵师 你首先要会打冰虎 你如果不会打冰虎 你怎么办 就没法测试 拿着冰虎 滑度到底够不够 我也是坐在平坎 自己练 我是自学成才 我可以说一直在V2022中奥会做准备 特别的希望出去 就因为在中奥会上的 制兵的这些团队 都是国际的主级制兵的人 他的那些经验 都会在你工作当中采现 所以如果你不参与到 这工作当中去 你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我们修兵能想到他们成功 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练习 为国家队的运动员们 提供一个完美展现自己的努力 让他们能够多出场地 为何真光 166